迈入大选竞选期的下半场 最新民调就显示 部分马来选民开始倒向国阵 国盟 而本届的大选中 东海岸三个州属 吉兰丹 登嘉楼和彭亨 国盟是一口气全部上阵 试图以量来取胜 可谓是来势汹汹 那么今天我们的线上 就有政治学者潘永强 给我们剖析东海岸的选情 永强早上好 主持人好 永强想要问一下你 你是怎么看看 这个东海岸当前的战况呢 是的 由于东海岸的选区 主要是以马来人为主 或者是马来选民高度集中 很多选区 马来选民占90%左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盟 他的选情相当稳定的 国盟主要是由土著团结党 还有这个伊斯兰党组成 那么如果随着这个民调显示 马来选民对武统的支持度下滑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国盟会在东海岸大胜 所谓大胜 可能不是说全部难过 国会议席 也许有个别的少数几个议席 还是由武统赢得的 例如这个瓜木桑 但总体来说 国盟的选举是相当稳定的 甚至有可能 也可以拿下玻璃四周的咒证权 那既然如此 依你的观察 你认为国盟在本届大选的胜算高吗 有没有可能会独立执政 当然不可能 国盟它是不可能有这个实力 可以单独执政的 因为单独执政 你至少要112个国会议席 但是我们要了解 国盟主要的实力来自于伊斯兰党 但是伊斯兰党主要集中在这个东海岸 或者是它的这个根据地 以纪兰丹丁家奴 甚至是击打一部分而已 所以伊斯兰党在全国 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 国盟可以过半数 那么土著团结党本身在基层 在这个群众基础相对是比较弱的 它目前只是靠姆怡定个人的声望 或者是马来选民对武统的不满 所以这个国盟 它可以有很大的掌握 可是它这个阵营 没有具备能力 可以单独执政 过后如果它要加入政府 可能还要寻求其他的阵营 一起来建立这个联合政府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永强给我们做的精辟分析 谢谢永强